接着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艺人黄子娇 日前遭到检警查出 持有7支未成年不雅骗 而昨天台北地院再度开庭 检方查出除了原本7支影片的受害者之外 另外还有41人受害 而黄子娇昨天布署法庭时 是拒绝回答媒体问题 警方逐一清查硬碟内的档案后发现 黄子娇除了原先的7支影片的受害者之外 还有其他的未成年受害者 截至7月底为止 检方查出黄子娇涉嫌持有 另外41名未成年被害人的性影像 其中年纪最小的为国小学童 检方向法院申请并按审理 黄子娇昨天下午4点 现身台北地方法院出庭便答 可以看到他穿着先前现身的同款衬衫 而头戴的鸭舌帽现身 开庭个半小时之后 他步出法庭 面对媒体大阵仗的包围 他神色镇定的拒绝回应 快速上了一台B&W离开现场 接着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拳击教练丁浩峰 前年在自己经营的拳击俱乐部 举办了拳击赛 但因为没有安排医护人员 在现场待命 导致参赛者胡姓男子受创脑死 而丁浩峰被起诉设犯过失致死罪前 对此台北地院昨天开庭 胡妈妈痛批丁浩峰 在事发之后 从来都没有跟他们道歉 对他们一家事毫无诚意 回顾案情 2023年拳击教练裁判丁浩峰 在自己经营的拳击俱乐部 举办第11届大拳头拳击友谊赛 胡姓男子参赛因头部受重创而挠死 朱元静一个月最终仍宣告无知 因为在意的不是他可以赔偿我多少钱 假设我就跟我先生讲 假设今天是我们的孩子去参加比赛 去撞了别人 我相信我们也会很难过赶快去看对方 对不对 将心比心嘛 我一个儿子我养27岁 他已经都快要急婚嫁了 女朋友就这样子 他很伤心很难过 知道吗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胡姆指控 丁男生为主办方负责人 却没有安排医护人员在场待命 措施第一时间的抢救 才最终造成自己的儿子死亡 对此丁浩峰已涉嫌过失 至此罪嫌遭到起诉 于昨日在台北地院出庭后 快步离开不接受访问 台中一家以亲子以及宠物友善文明的餐厅 最近遭到了民众指控 因为让客人举办了性别派对 然后释放烟火导致有大量的粉尘飘散 让现场其他的客人以及宠物吓得四处乱窜 甚至还有幼童因为粉尘进到眼睛不断的痛哭 混乱的情况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九年前的八仙城暴事件 而对此业者他也出名道歉了 一名女网友在蒂卡发文表示 她和友人11日带着孩子到台中一间标榜着亲子 以及宠物友善的餐厅用餐 饭后到餐厅外的草地上拍照玩泡泡 然而此时隔壁一群半包厂的客人突然释放烟火 现场随即传来爆炸巨响以及大量粉尘四处飘散 烟火释放后室内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以及粉色烟雾 严重影响了用餐环境 除此之外事件还造成许多客人们的不适 失控情况宛如八仙城暴翻版 事件之后该餐厅在脸书上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经过内部检讨后 为了保护客人小朋友以及宠物的用餐环境 截日起将不再接受以采烟形式举办的性别派对 至于此事件是否违反空污法规 台中市环保局已经派员前往了解 那我们带大家来看到下一则新闻 接下来看到的是动作巨星成龙 他是著名的七小福成员之一 而他12日在微博分享 他参加原加班成立65周年的聚会 没有想到他却意外透露了知名导演 袁奎离世的消息 让不少网友感到相当震惊 成龙在文中提到 他们这次的聚会中 一起缅怀已经离开的师父 师母以及其他兄弟姐妹 由于从来都没有传出 袁奎离世的消息 因此成龙的发文 让不少网友震惊地表示 袁奎去世了吗 而根据红星新闻报导 有业界人士透露 在去年其实就已经耳闻 袁奎去世的消息 只是他为人形式低调 再加上家人不希望对外公布 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再来关心到的是今年台股ETF这个潮 可以说是席卷了全台 相信很多人都有00940和00939 不过这两档ETF因为广告行销 彩虹线昨天遭到金管会开发 金管会昨天公告 袁奎投信在00940广告行销 有使人物信能保证本金安全 或者是保证获利情势 包括在官网以及社群贴文 有00940低价买 轻松存 每月领快乐领席就是你 以及让你股息收益和资产增长 两者兼得等等用语 除了袁奎投信之外 统一投信同样也采到广告行销红线 金管会正期局同步公告 统一投信发行009390 所举办获得是和财经专家 合作办理的说明会 公司官网获得是网红合作影片 以及网络媒体等等广告文学内容 都有使人物信能保证本金安全 或者是保证获利情势 针对元大投信 还有统一投信违规事实 金管会决议开发元大投信90万元 统一投信60万元 接着您关心国际消息 印度最近通过一项新法 那就是规定向女性承诺婚姻 并且在发生性行为之后 抛弃对方的男性 最高可能会面临10年的监禁 那他就是为了要打击印度 常见这个骗炮的手段 但是这个新法的实施细节 以及有效性 却在当地是引发了讨论 根据CNN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7月初引入的这项新法 明确指出 若是男性在没有任何结婚意图的情况下 承诺与女性结婚 或是通过虚假承诺职业发展 用假身份诱骗女性发生性行为 将会面临严厉的惩处 虽然新法被视为赋予女性权利的一步 但也有年轻人质疑 这项法律在现代印度的相关性 因为此前就有不少印度女性 曾经因为男性利用婚姻承诺 诱骗她们发生性关系 而将男性告上法庭 然而印度法院在过去的判决中 对类似案件态度不一 导致这项新法的实施引发质疑 此外社会上也有人担心 这项法律可能会被滥用来对付男性 第五号台风玛丽亚 在昨天早上登陆日本以后 已经在今天清晨两点 减弱为热带性敌气压 它的残余运气还是在影响日本 另外第六号台风山神 目前它在日本东南方海面 其实它是往日本的方向移动 但是它的强度也在逐渐的减弱 至于今天清晨才行程的 第七号台风安比 它的位置逐渐向偏北的方向移动 在星期五星期六这段时间 会往日本东南方海面 以及东方进入海移动 另外今天早上八点又在 另外有个热带性低气压行程 这热带性低气压 未来是向偏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移动的环境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它虽然未来 可能在未来的时间 有可能变成轻度台风 但在两天以后 可能就紧入为热带性低气压 就今天明天两天来说 就像刚刚说的 澎湖金半马祖断断续续有短暂震雨 其他各地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 午后有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当然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有时候西半部地区是有些零星的降雨现象 而大部分属于午后雷震雨的形态之下 提醒大家今天明天两天在山区 中午以后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局部性的好雨 星期四开始随着低气压 这个整个低压带在影响我们天气情况之下 其实天气是越来越不稳定的 尤其是周六开始 大部分地区的下雨都是整天性的 尤其中南部地区整天降雨的时间是长的 中南部整天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而且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